五个科目 三佛 六佛 三学 六度 十大愿望 我们认真地去做 努力地去做 不是空谈 要把它做到 念佛堂 居士林三楼念佛堂 将来人多了不够 李居士计划再建一个念佛堂 我们要到念佛堂里面去领路 过去 行车大使在此的时候 他的念佛堂是每一班 有四位法师带领 我们将来出家人多了 希望也能如法 四个人叫一众 佛法里的四个人就是圆满的一众 带领大众念佛 所以 注意在此地 不但要学能讲经 还要学到领终 希望我们讲经跟念佛 一年三百六十天 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不中断 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不中断 更以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们的人手多了 这个人多了 我们现在看去世 是有这样 道场真正尽力 真正兴旺 得到福利加持 四面八方 真正修行的人 都会到这个地方来 出家人多了 我们希望念佛堂 日夜不断 轮班去 把行车祖司的规模 恢复起来 应光大师在世的时候 临延山的念佛堂 也是日夜不断 晚上轮班去念佛 当班的一定要到 不是当班的 他可以休息 如果他有精神 精神好 随时都可以敬念佛堂念佛 居思林这么多年 现在是提供饮食 这一点他做到了 世界第一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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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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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